早上 想過馬路不用趕 用長者八特通 一切 綠燈就會長一點 不過似乎沒有人知道 政府上個月開始 全港九個過路處 安裝這些延長閃綠燈裝置 但在部分試點有長者說 燈號時間本身足夠 不用拍卡都足夠 另一方面政府在五個地點 安裝了視像行人偵測器 當偵測到有人等過馬路 就會加快轉綠燈 不過有市民覺得作用不大 還覺得轉綠燈的時間反而短了 初初搬來住的時候沒那麼快 現在的快了 有關駐團體批評 現場綠燈裝置造價高效益低 如果大家覺得要多給幾秒鐘 老人家過馬路 不如你計算了幾秒 一環一左一個綠燈的假燈 他們過馬路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恆斌認為 系統應該針對過路時間不足的路口安裝 而不是隨處安裝 搞到沒有人用 運輸署說兩套系統的開支大約580萬 處方會進行人流和車流調查 評估成效 多望記者岑子號 報告